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感应篇汇编 第十九句 中校两个字 这两个字实在是个性感应的根本 所以《注节》里面在全篇最丰富的一段 我这个本子给你们用的本子不一样 我这个本子总共有十七页 这个意义是两面可见的 古德对这两个字重视 而中校 校是沉浸的根本 佛法建立在校道上 中国自古以来 鲁家的教学 也是以中校为中心 所以受教育 什么叫教育 中校而已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就是要学中 就是要学中 要尽孝 古人教我们 这个是天理之长 人论之伴 这个《注节》开端就这四句话 《为尘尽忠》 这句话要用现代言语来解释 所以佛教人 《依义不依语》 这句话讲得好 你要懂得它的意思 因为语言会随着时代变 意思是原则 是刚连 永连不变的 在过去 帝王的时代 《为尘尽忠》是尘死 对于君王要尽忠 那么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被领导 对于领导的人 要知道尽忠 这个意思 引申来说 就是为一切人名佛物 要尽忠 这个意思 注意就更好懂了 我们佛物啊 佛物有对象 对象是什么人呢 对象是人民 我们为人民佛物 为众生佛物 要知道尽忠 为子尽孝 这句话好懂 忠 这个尽忠 是以尽孝 是以尽孝为根本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 他怎么能够竞争 孝 是天理之长 人能之笨 忠是做人的大道理 你看看 你看看中国的文字 你看看中国的文字 忠这个词 忠心的 就是你的心 要正 要忠 不能有拼 不能有血 古人 给我们解释 沉浸 沉浸是相貌 一念不生 是为沉 由此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忠心就是一心 二心就不忠 二心你的心就拼了 忠心是一念不生 生一念就不忠 由此可知 忠这个字 沉浸到极处 真诚恭敬到极处 才叫做忠 儒家的教训 佛家的教训 就是教的这个 这是天理之长 常是常到永恒不变的 在佛法里面讲的 就是法性之长 法而如是 人能够守着常道 这个人 就叫做佛 就叫做菩萨 顺调了常道 我一辈了常道 我一辈了常道 这个人就叫众生 就叫凡复 可见的 甚凡 就从这个地方 一念差别 人众之本 做人的根本 那么换句话是 忠孝这两个字没有了 人众的根本就丧失了 还有人的形状 有人的样子 实际上是不是人呢 不是人了 只是人的样子 天台大司将法法经 将设法界展开 为佛界前入 佛界从哪里来的呢 每一个法界里面 都有设法界 比如我们是人法界 人法界里面 有人中之佛 哪是人中之佛呢 忠孝两个字做得 云云烂烂 丝毫没有确信 这个就是人中之佛 人中之菩萨 忠孝两个字 做到五尘以上 没有圆满 这是人中的菩萨 人中的圆满 人中的圆满 人中的生文 忠孝两个字 能够做到 设置一二 那才是人中之人 能够做到四尘五尘 人中的天人 如果做不到 违背了 人中的畜生 人中的恶鬼 完全相违背 大逆不到 人中的地狱 每一个法界都居足实法界 所以就是一半法界 每一界里面都居足实如实 所以称为 背戒迁入 背戒迁入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告诉我们实实真相 这样再展开 一背戒里面 每一戒里头又有是法界 有亲眼法界 所以法界无量无边 法界从哪里来的 从我们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变现出来 无量无边的法界 变幻无穷 这个里面 变幻里面有一个不变的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忠孝 所以在感应篇 忠孝这两个字 注决占这么大的篇幅 这个是古大德的慈悲也 爱护我 唯恐我们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 试出世间的学问 能不能成就 关键就在这两个字 修行 能不能正古 关键也在这两个字 你是这多重要 他底下这几句话 我们把它念下去 意思 深广无尽 是为尘不忠 君 复何妄于尘 为子不孝 则复复何妄于子 畜生情寿之不如 安可淫人虎 这个几句话 现代人听到会摇头啊 听不进去啊 现代人不以为然啊 认为说这种话落伍了 这旧文化了 应当要淘汰掉了 反而是有这种观念的人 有这种行为的人 所以才招来 世间的大灾难 懂得忠孝的人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四十真相的人 不敢为非作胆 你一念邪思 都不容许 哪里会造业 更何况造极重的贼 这些意思 我们同学们 要多多的去想想 多观察细心去体会 然后才知道 圣人的教诲 至真至善 我们绝不能迷于世俗啊 遗于世俗 招来的苦暴 无由穷尽 诸位 也许晓得 古今中外 有许多欲言 都集中在这个时代 都说 这个世界会有灾难 我们学佛的人 不相信欲言 学佛的人 相信因果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报啊 佛不说欲言 佛说因果 善因一定得善果 我因一定得我报 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 忠孝是善 忠孝是善之大根大本 这个字不能不多说说 要把它认识清楚啊 这两个字 在中国 制造文字 原则里面 都是属于会议 文字是符号 你看到这个符号 体会啊 这个符号里面的含义 所以忠是忠心的 不偏不义啊 不偏不义啊 教我们如何用心呢 忠是真心的 偏了就是妄心的 这个字是叫我们用真心的 祝佛菩萨用真心 声闻原觉 使用的 衝刺 用字是相似的真心 用真心的 还没有到纯真 《六道凡夫》用妄心的 不真啊 所以这个意思 很深很深啊 笑这个字是叫我们体会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是什么样子呢 你们看看这个字的样子 上面是个老 下面是个子 这意思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就笑 上一代跟下一代分家了就不笑了 从这个意思再引申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过去无始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未来无宗 无始无宗是一体 这是什么现象 岂不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 自信发神的样子吗 大臣经上常说 摄奉三世佛共同一发神 就是这个字最好的诸解 笑是什么意思 就是摄奉三世佛共同一发神 所以我常讲 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这就是笑词 这个符号说明了 宇宙人生的真相 明了这个真相 你就认识笑道了 这两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圆圆满满的佛法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 说什么 忠孝二字而已 不仅是世增 所说的一切法 不离这两个字 乃至受奉三世 一切祝福 所说无尽的法障 也是这两个字而已 这两个字怎么说得尽 诸佛如来 一起说 共同说 说无量节 这两个字还是说不尽 我们连这两个字的 出钱的意识都不能体会 难怪修学 功夫不得力 严谨听教 不能开悟 严谨听教 不能开悟 是对这两个字不认识 念佛修行功夫不得力 是这两个字 丝毫都没有做到 所以这两个字你认识了 你会开悟 这两个字做到了 你就能修行正功 所以这两个字 所以这两个字我们也要多用一点时间来跟诸位同修介绍 设计上我知道的也不多 我能提会到几分呢 我也只能做到个一分两分而已 诸位同修介绍 为至中至孝 今日谢世 明日变身天界 人至中孝 为臣子大吉 其至 有为超度之本在 这个话说得好 说得对 没错 这是讲到修行 感应篇是道教的 道教修行 目标 这身体 进入神仙的俱乐部 也很难得的 身体不简单 佛法里面讲 欲介天 要修十善四无量性 色介天 还要修四禅八定 但是 人生在世 能够尽忠尽孝 不必修行 死了以后 自自然然就升天了 这个话是四十 忠心 至中至孝的人 升天的品位也高 那么换一句话说 如果不种不消 虽修十善 四无量性 也不能升天 同样的道理 不种不消 念佛也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你在念佛堂 诚心诚意去念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一样不能往生 所以这两个字 不但是做人的根本 也是修行的大根大本 绝定不能说 这两个字 我们要多用一点时间 来研究讨论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